好,我们要第三讲就是讲用惩罚来克服庸俗的维新主义 用惩罚 克服 庸俗的维新主义 很简单 庸俗的维新主义认为表象下面 在表象下面 是一些心理性的机制 心理性的机制 或者就是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是自我意识在构造这表象 在构造这表象 把这表象构造出来 作为一个观念论者 作为一个继承康德黑格尔传统观念论者 我认为这种说法 表面上看没有错 表象背后 是精神和心灵的机制在起作用 但是问题是 这些机制 当它起作用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是自我意识 不是心理性的机制了 我们当然可以按照康德的说法说 整个世界都是被概念结构所统设的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整个现象世界 我们能够加个定义 所有的现象世界 或者就表象表象的这个世界 表象的世界 它都是被一个conceptual conceptual structure 它是conceptually structure 它是在观念上被结构起来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表象 它都需要有一个心理性的一个结构 一个机制 把它constituted 把它给建构出来 这一点我承认 我承认它建构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好像做惩罚一样的 你不可能把外部的表象 完全都完全消解为 你做不到 你没办法把它完全消解为 这个东西 就是这些表象 无法被 无法被 完全消解为 这个conceptual structure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这种conceptual 这种 心智 对现实的构建 永远是 永远是不闭合的 永远是有剩余的 永远是不确定的 永远是有剩余的 永远是不闭合的 他不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说 他总会有一个剩余 有一个剩余 这个剩余的话 一般就会被体验为一个小他者 小客体 我喜欢用小他者 就是小客体 好吧 他永远 他会被把握成一个 他有一个剩余就是小客体 还有一个剩余就是你的爱遇 你的爱遇 这个爱遇的话 你可以说信誉 一方面很明显的就信誉 是一个不受伦理系统控制的 伦理系统拼了命的要控制他 但是对他控制很有限 男人唯一不能控制的 就是那个 他什么时候动 什么时候不动 控制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不仅是信誉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精神性的欲望 一些纯粹的欲望 就是你这 呃 的那种 有点像怪痞的那种欲望 怪痞的那种 其实就是你的death drive 你的 death drive 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就是death drive 一种人内在的一种 就要去很固执的很令的 它是属于你的个性 你的性格 在你的性格内在的一种 偏要去做某件事情 不做那个事情不行的那种欲望 那种欲望 这个东西是剩余 这个东西恰恰表明 心智 他对现实建构 这个现实 如果他是真的现实 也包括你的自己啊 自己包括你的身体 进一步说 如果说 啊 既然心智可以建构现实 那应该也包括你的自我意识 才对啊 你的意识应该是被这个东西建构的 如果他是完整建构 能怎么样 应该所有东西都符合这个心智啊 心智的法则 所有东西都是你随心所欲的调配的呀 那么就问题来了 那外面现实的那些东西 在你眼前的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黑色东西 你可以说 既然你是维新主义者 请你把它变成白色 让他显现给你的颜色变成白色 你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心智对于现实的构建 永远是不闭合的 永远是开放的 向谁开放 向他者开放 永远是向他者开放的 所以 就是一个惩罚 我承认 我承认外部世界的这个构造 外部世界的构造 外部世界的构造 有主体性因素参与 主体性因素参与 有主体性参与 但是他只是一个一开始的乘法因子 了解吗 外面的世界如果是一个X 他一开始是有这个主体性的 我们有S 但是他后面会乘上越来越多的其他的意识性的他者 会乘下乘一个2乘一个乘一个75乘一个96 不停的乘下去 乘法和加法的一个差别就在于 这个乘出来的一个数是 除非你去把它算出来 而且这个计算是很慢的 乘法计算很慢的 乘法计算很慢 他不像加法 加法的话按某个规则 可以很快就算出来 加法计算很简单 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就一个主体的一个因素 加上一个课题的因素 直接就S加O就算出来 等于多少就算出来了 他是迅速可以把它几位 14689275 什么530 把它每位对上 然后一拼按照一个规则就算出来 惩罚不是这样的 惩罚要计算的时候 乘起来的时候 他很缓慢的 他很缓慢 而且在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理解 你理解惩罚的话 我打个比方 你就简单理解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运算规则本身会被调节 运算规则不一定是惩罚 这个惩罚会重新被定义 运算规则 运算规则 本身是博异的一产物 两者之间的博异的产物 很多 这个object不止一个 他有好多的其他的他者 other 你可以说other 其他的他者有很多个 主体和他们的关系 都是一个博异的关系 达到博异论上的均衡 这也是涉及到惩罚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博异关系 你两个数相加 X加Y可以一下子算出来加法 但是你如果是相乘的话 你要计算他的话 就要很慢很慢 相对复杂 非常慢 这个慢 这个慢 你是个违心主义者 你会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 这个慢 这里的这个慢来不及 和这两种运算之间 那个差额 就是时间性 就是时间性 你可以看我另外一个 讲时间性的一个视频 中间那个差额就是时间性 好吧 就这两种计算方法 你理解了惩罚 你就知道外部世界 虽然它有主体性的因素 在其中介入进去 去给他一个 你学康德吧 你应该就知道 这个东西叫做鲜艳对象 或者叫鲜艳课题 这个惩罚因子 在康德那边 在康德纯粹履性批判那边 批判里面叫做鲜艳课题 这个鲜艳课题是一个 虚的东西 它是个空的虚的东西 虚的 它作为惩罚 它如果是一个 是一个惩罚因子的话 它应该是等于 一 它没有给任何规定性 后面的那些规定性 都是事物自己展开的 自己展开的 所以虽然主体性参与了整个世界的构建 但是它只给了一个起点 一 就是说允许后面进行运算了 是乘以七 乘以二十六 乘以十九 后面可以乘起来 最后算出来那个数字 你永远不能预先决定的 因为你的起点是这个一 你的这个conceptual structure 你这个概念性的这个框架 对于这个世界的建构 对于现实的建构 是很有限的 它是不闭合的 是有剩余的 外面的老师说 每一个东西都是剩余 一切都是剩余的 了解吗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说是剩余 所有东西都可以 只有它那个鲜艳 纯粹的那个鲜艳课题的这么一个形式 这个有个纯的 pure 这个mode 纯的这个膜 mode 啊 纯粹这个模型 它是它是一就等于一啊 后面是乘多少乘多少 不知道乘多少乘多少乘多少 乘各种意志性 乘各种otherness 然后最后乘出来等于各东西 甚至时间性空间性 这东西 某种意志上都是 都是后来才涌现出来的 后来才涌现出来 啊 这个是唯物主义的设定啊 你是观念论者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不承认 你可以去探究时间性到底是怎么来的 啊 好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个庸俗的唯性主义者 你现在就知道外部事物的出现涌现 它并不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上面有一层表象 下面是一个心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内 呃 那个外部和内部的一个关系 不是说万法为心 万法为心 哎呦 一切东西都是新创造出来的 那么新是一啊 it's only one 万法为心 你说一切数都可以被一 都是它的因子 一切整数一都是它的因子 这句话没错 is right 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你学会的惩罚 你就不应该就只 就一乘一乘一乘一 他成续就还是一 没有任何归因性 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的 这就是你会的惩罚 你就可以克服 唯心主义 一种抽象的啊 一种庸俗的唯心主义啊 一切不过就是心灵 那你你 请你去研究意识结构啊 请你去研究意识结构 你会发现很多意识结构里面 内部的规定性是不可能有内在来源的 或者内在性本身 内在性本身这个东西 innerness 你会发现 innerness最内在那个东西 它是外在的 这个东西是外在的 不得不把它搞到外面去 搞到外面去 你既然把它搞到外面去了 那么外在的内在性 其实就是物了 是物 所以这个innerness 它是一个最内在的一个他者 最内在的 最内在的他者 这个东西它一定会跑到外面去 然后变成外面的物 构造出外面的物 它就是那种创生性的力量 它就是一种创生性的力量 它在主体的最内核是可以感受到的 没错是可以感受到的 但是它不属于主体 它高于主体 我们通常会把这种力量叫做人的自由 实践 实践 那么如果你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你就相当于从黑格 走向了马克思 那你就不再是观念论者了 我把线索都给你了 学习怎么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去讲到这里